外星文明 零二鬼未 陰謀奇案 禁區6666 回到第三節的禁區666 今節就是諸神的黃昏 即是是否搞笑的黃昏打算去約旅呢 搞笑的黃昏 即是他的黃昏是歡樂很多 他的緩昏才是真正歡樂的開始 像一個正正的長夜 我抽了多少次 我們要保持抽的 你明不明白 加上五分鐘就有 今節就說 剛才我們都說北歐神話 是有完結片的 完結就是在諸神的黃昏 就是諸神的滅亡 或者世界的滅亡的滅亡員再生的一個故事 那麼諸神的黃昏其實是怎麼來的 他說諸神的黃昏 也有一點點前奏 前奏是說諾基開始被囚禁 開始的 為什麼諾基被囚禁呢 是因為他殺了奧丁之子 光明之神巴德爾 奧丁的老婆有一次發夢 就看到巴德爾被一個武器殺死 醒了之後就很害怕 他就說下令所有神 要所有世界的萬物 向巴德爾 苦手清神 令到東西不會傷害他 世界所有的劍 矛等等的東西 就向巴德爾 苦手清神 而有一種植物 是沒有苦手清神的 這種植物叫做國旗生 他現在有一種植物 他有一種植物 他有一種植物 很像草的 那種植物 這種植物為什麼不去苦手清神 是因為他看上去很柔軟 軟軟軟 是殺不死人的 諾基呢 就想了一個辦法 令這種植物 扶在一種箭上 射死了巴德爾 即是用這隻植物 黏著他在箭上 對 然後雖然其他東西 也不能殺你 但是這東西沒有去苦手精神 就是可以殺你 是呀 死了之後 奧丁很生氣 肯定知道你做的 哪有個人這麼聰明 是你 他那時候還沒有事 雖然生氣 但是奧丁倒了儀式 想巴德爾在冥界那裡回來 就要所有眾神哭 才可以回來 但是諾基 就變成一個 他表面上哭 再利用婚生的方式 變成一個老太婆 太婆婆沒有哭 所以令到巴德爾 沒有在冥界回來 嗯 這件事之後 奧丁就不忍你了 我已經給了他機會 我不忍你了 這次 我打算算了 你又還要搞事 對 奧丁也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 之前我不是提過 陸基第一名老婆 生了兩個兒子 這兩個兒子 其中一個奧丁 令到變成一隻 咬死另一個兒子 然後再拿 咬死了兒子的腸 然後再掌握 綁住 陸基 丟在洞穴裡 嗯 再另外 其實有些神明祖 很討厭陸基 比如司法變成一條毒蛇 令毒蛇 在洞穴上 滴毒蛇 在洞穴上 滴毒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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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滴滴滴 令到陸基震不痛 所以令到整個大地 他搖 你痛就會動 令到所謂的地震的出現 即是用神話解釋 自然現象如何 對 奧丁就搞定了陸基 再把他的子女 例如耶蒙加德 魔狼 芬蓮爾 全部趕出去 那隻狼 被魔法的鎖鏈綁住 也驅逐在所有的神國 即是神國裏面 這樣造成之後的 諸神的黃昏復筆 諸神的黃昏復筆 就被迷在這裏 但是 又如何爆發出來呢 為什麼會發生 諸神的黃昏 是因為第一節 我們提過一隻斜龍 咬過樹根 是 這條斜龍終於咬斷了 所有的 世界上的樹根 開始軟了 有點震動 攻擊又開始咬 對 咬之餘 原來這隻狼狼咬了之後 令到最底下的冰雪之國 不停吹出寒冬 吹到整個人類角度 其他中神位 全部的寒氣連續三天三夜 連續三天三夜 還未到 更加令到在海洋 之前拋棄了 就是在神谷中說出一天 從海洋梢拋回 掀起 爭取了枷鎖 爭取了枷鎖 爭取枷鎖之後 不停在海浪上去 翻滾 一味向上湧上去 想去神谷奧上去 但ligt湧上去 但就湧 sagen 當湧下 約非常大的個檯 加拿出海水 都是例如有浪 整個海上的浪 Ein1 002 阿薩神族 人类国道等地方 全部都淹了 其他国家又一涌而起 一起攻上最顶端的 偶丁所在的地方 一起攻向阿斯加特 为何之前明明平衡没事 原来是因为那只鸡一叫 令到有些魔法的锁链 所有魔法失效 所以有些魔法诅咒 魔法锁链 禁锢链 他就叫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叫全部东西 立刻乱乱了 乱到 红水就涌上落地 而在分离二 他的眼睛和鼻子就不斷狠狠 而耶孟加德就不斷吐毒气 所以基本上两个就搞到全部东西 总之搞到周围都乱乱了 而之后就 巨人族也都承主这件事 就想攻上去 变成两边就是要开战 应该说 所有世仇在这一战就开始云战了 而我们黄金圣斗士看到这一幕 就拿了一个由世界树组成的笛 吹鸡了 其实不是黄金圣斗士 我刚才这么叫而已 就是说守着草虹桥的海姆达尔 海姆达尔吹鸡了 一吹 肯定整班人都知道了 全部说拿工具啊 拿什么呀 有东西拿得拿 有什么就穿得规格就穿了 开始迎战 有什么人拿工具呢 就当年刚才说的 叫做诸神 例如刚才所说的 Froy、奥丁、忽雷、定外、拉尔 全部都要拿工具出来准备开战 而他们叫做英灵殿里面的那些英灵 那些奥丁的精锐部队 都要出来准备跟一个人组去打仗 只要说神魔大战就此刻开始了 没错了 那里面当然有个不同势的战况 很难赛马直击都说了 不如我们说回 最主要我刚才有提过某些神 他们最后是怎样 怎样一战 其实雷神就是对上这个大蛇 就是耶蒙加德 那到底又怎样了之后 那我们说了一点战况 这条蛇 一味吐毒 一味避雷神的嘴 因为雷神的嘴不是必中 就是必死的嘛 对啊 你被吐中的东西就没可以一戚超人来的 对啊 对啊 雷神一只嘴巴多就生气了 豈有此事 撞的都不中 对啊 即是怎么扔又怎么扔 吐都不中 对啊 他避光了 他唯有站定定 你还一落鼻子 他就会吐口水 哈哈哈哈 接着就说 没办法了 我唯有站定定定 听他吐毒系的 粉力 一个车就扔过去 谁知道 总是用全力扔过去 吐他 基本上这一刻他是成功的 对啊 中了 基本上这些神话都说过去 有些女电交加 闪来闪来什么都齐了 比卡超那种 就一下夺命一击 就吐中这个大蛇耶蒙加德 而这条大蛇被吐中了 那样就死定了 一定死的嘛 但是他淋死那一刻 就再叫做 好像蛇的时候 你堆砍他的东西 就会再全身扯的东西 再反咬你的东西 再咬你的东西 他就在那夜 向Floyd就吐出鲜血 然后就死 那问题就是 那一堆鲜血麻烦了 那一堆鲜血 那一堆鲜血就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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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而他这些毒 就透过血液 就在Floyd那里就淋了全身 那所以Floyd那一刻 就已经中了他的毒了 那所以Floyd最后 就是很悲惨地 就是非常之痛苦地 在身淋 在叫 在叫哭 那然后呢 就弃绝身亡了 Floyd 大黄真是说得好 我应该更加噁特些 就是被口水浸死 又不是浸死 应该说被口水拿溶了 拿到死 那那个口水 那是血液 他就被血淋下去 然后 就是说被口水淋死 对 那Floyd就是这样战死 但是除了Floyd 就叫做 因为在雷神 其實在包神话 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神之一 那也要提一提 另外一个象征传 都是好像战斗会 勝利那方面的神 就是阿忽雷 因为他有一把 勝利之劍 那刚才那位 有一把 勝利之劍 那么厉害 一定的 老实实 你应该不会输 是没错 但其实在包神话 叫做再前一点的时候 其实阿忽雷是为了要 娶到她的老婆 就是扣女 是的 所以他将勝利之劍 就给了另外一个神 那由于 他没有了这把劍 那他拿什么 可能打他 你以为你没有了勝利之劍 你转着 士大利的另一把 类似X街坊 性劍也好 是不是 你一把没有勝利之劍 你拿着他的工具 那没有了 那阿忽雷因为没有勝利之劍 没有不用劍 那他用什么 用六角 那么多兵 给你不选 是的 很选不选 选择六角 我知道了 因为他拿得慢 就是被人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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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后他用六角 那怎么好 他用六角 去奋勇战斗 那当然最后 那是历战而亡 那能够历战而亡 这句都 挺好的 我写得 那你幻想到 一个神纳柱之六角 就跟他打个吹 你拿着六角 你和人打 你那叫做历战而亡 那都是一个荣誉 那不知道 那不是美化了 那这样说吧 或者他历战而亡的对手 是炎之国和国王 就是屎尔特尔 炎之国王 他手上有一把很厉害的炎之劍 叫炎之魔剑 或者称为破灭之智 对 你想想他拿着一把炎之劍 和一把六角打 他可以赢得到 也挺厉害的 他也不算赢得到的 其實 不就是说是力战而亡 其实这个事已特异 和这把炎之劍 不就是说 就不算输了 忽略之外 很荣誉地 用一支六角 去力战而亡 荣誉而死 但是就不代表 屎尔特尔被搞定 屎尔特尔一会儿再说 他最后和这把炎之魔剑是怎样 而朱秀宏 刚才说 说Froy被毒蛇的血 就搞定了 接着我们来说说Loky 而Loky 其实他在这场战役 你困了这么久 搞过我的儿子 变成这样 当然回来有仇报仇 因为这个时候 回来的Loky 就已经不是以前的Loky 大家不要幻想到女神里面的英俊 那样的英俊 不是那个样子 他回来的面色 白雪雪 已经变成一个很恐怖的僵尸 而回来 这段我觉得 如果用现代去看好不同的作品 动漫作品 电影作品 电视剧 这段严解说 我可能是叫弃蛇 为什么 为什么 他回来 然后就有仇报仇 想去打 那对手遇上是谁 黄金星斗仙 对了 刚才我说 其实他不是 是因为他的电影 撞的真的很像 对吧 他的戏服真的很像 他戏服真的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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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斗仇 但是不要紧 总之就是守着彩虹桥的 海姆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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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Loky去打 Loky她的样子很恐怖 海姆达尔 看到你 就说你的样子很恐怖 就紫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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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是直接撕掉Loky的头来 打算赢了 搞定了 Loky 头都斩了 头都斩不理 怎料Loky 被人斩了 其实Loky已经死了 但是他的头 突然间在地上 彈起 就好像波子 彈中了海姆达尔 他的胸口 接着海姆达尔 就死了 我知道了 因为海姆达尔 斩死了Loky之后 他好像紫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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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 就算鹿雞死了的頭也叫做神頭 大小的 神頭撞下去 給他彈的那個神是神身口來的 神的胸毛應該是 你說彈就彈中了 加上他的恐怖樣子 威力加倍 還要被毒敵的 可能毒又傳回 有些加成效果 就是玩彈珠人比有毒的彈珠彈了 中毒扣HP扣死了 加上他的黃金雙是脫衣服打的 脫衣服沒有規格 或者是不脫衣服 或者是海姆達爾 跟他力戰了很多回合 就力戰到HP扣1 那順便落機彈出來的東西 扣給HP扣1 這樣就死了 那就對了 唯一解釋這個 但是難以我覺 我覺氣死不過份 我只能說 那你說氣死最重要 就是拿著六個更加離譜 也有少少的 只要說算了 不要再吐了 真的六句很慘 那再說上 叫做眾神之首 就是奧丁 奧丁這戰 真是悲哲慘滅 對 他的對手也是 諾基的兒子之一 魔狼芬里爾 芬里爾之前又被他困 又被他拿一條 叫做豬魚族打造的鎖鏈 再鎖過 現在回來 當然會有仇報仇 最初奧丁對著芬里爾 其實原本都是 叫做沒有攻守 就是他夾著他的神軀 還拿著他的永恆之槍 很帥氣地打 但是打一打一下 都是不敢 沒錯 為什麼呢 因為芬里爾 他這種所謂的特性 不知是說他的作者 應該說是偏讚神話那個 就說他打到奧丁 其實他的身體越變越大 嗯 變成最後 他把自己的沛盤大口 把他的嘴巴頂到天 下面的下鵝就頂到地 一琴 就吞了奧丁 基本上他都不能走 對 又不是一琴就搞定 總之夾他的話 就算是咬死了奧丁 是的 就算奧丁的那支槍 怎樣扔他 剛才說過奧丁的那支槍 是必中的 是的 但是沒有必死的 沒錯 而且你也說過 那隻狼已經抹到這麼大的口 那你真實實 那支槍怎樣扔他 就是那牙籤毒 沒有辦法 所以奧丁就被他咬死了 咬死了 咬死了之後 還被芬里爾吞了 其實挺悲壯的 但是 眾神之手都死了 聽到就好像那邊輸了 但是又不是 沒錯 然後 另一個奧丁之子 就叫做 維達 是 你扔DARF的字在前面 就變黑武士 不是 市面上有一個叫 維達的紙巾 可以說回 DARF的字前面 叫做DARF Vader 叫黑武士會有型 我要講紙巾 為什麼你就是要講紙巾 沒有人賣廣告 紙巾比較好 為什麼DARF Vader比較好 黑武士在騙著他 不然他對著我 Molo 說不要啊 Vater 那怎麼辦 黑武士丟一把劍 丟死他 不是 我們要講回Rader 不要講紙巾 其實Rader 這次 因為看到奧丁 又被狼咬死了 所以那一刻 就馬上 講一次 約當動漫畫 講一些熱血少年碼 類似 那一刻 看到奧丁被殺了 當然 心裡非常憤怒 所以立刻衝過去 然後 因為他是有神力的神 很厲害 那一刻 立刻用他穿著鐵鞋的腳 踩著 芬里爾的下額 然後 再用手 扯開芬里爾的上額 然後 就好像 撕香蕉 我認識 好像 立刻 但居然認識 撕香蕉 撕開芬里爾 而撕開芬里爾之後 就再拿起奧丁 的永恆之槍 剛才說過是必中的 沒錯 所以他這一刻 扔下去 他瞄著什麼 扔呢 就是瞄著芬里爾的心臟 一扔下去 扔到芬里爾的心臟 就殺了芬里爾 這個叫做 諸神和巨人族之戰 在這片慘況之下 基本上都說 打到周圍不是巨人族的屍體 就是叫諸神那邊 神明或者英靈的屍體 戰況慘烈 戰場就非常噁心 而打到某個位 好像已經不分勝負 最後 剛才我所說的 叫做 迎擊 諸神裡面 用六角出戰的忽雷 那位 史爾特爾 剛才說過 他是有那把巨大火劍 就是炎之魔劍 還有另一個名字叫破滅之之 那為甚麼會有這個名字呢 相對是諸神之黃昏 總之他最後把驗之魔劍 扔上去天 剛才說是驗之魔劍 當然有火 所以熊熊烈火 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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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 你反說像火龍卷一樣 所以基本上 周圍全部東西 已經變成一片火海 甚至說烈火 可以貫穿宇宙 所以這片火海之間 就將全部東西毀滅了 變了灰準 燒光燒正 連支撐著整個宇宙 整個宇宙 支撐著這世界的世界樹 都是被火焰搞定 燒了 崩潰了 最後所有東西毀滅了 毀滅了任何東西 什麼都不存在的情況下 甚至說時間好像不存在 因為全部東西都說好像電腦關機一樣 一片黑暗 什麼都沒有 叫做諸神的黃昏 最後最後的一幕 諸神的黃昏就是這樣的狀態之後就完結了這場戰爭 但是剛才說過 諸神的黃昏就是代表要破滅 破滅完之後 其實就還有復活 沒錯 記載它說宇宙的最南端有一片未被火海燒過的地方 有一些海水和綠地在上面殘存下來的神 這包紙巾 維達 這個堅稱叫他紙巾 我喜歡叫他紙巾 除了維達和另一位神就是雅力 那兩個神就叫做武士 還生存 而Floyd的兩個兒子亦高 帶著雷神之材是幸存到的 然後也有兩個人類是陷面於難的 這個傳說過最後就是這兩個人類 最後還有生育其他人類出來 現在也有一個人類的解釋 所以叫做這個諸神的黃昏國後 這個世界再一次再重新回來了 這個世界再一次存在 再一次運作起來 就是由這個諸神的黃昏之後再來一次的事情 這個可以說是白歐神話裏 這個世界任何東西都會有破滅 會有毀滅的一下子 毀滅之後就會有重新再出現的一下子 這個可以說是他們的觀念 這個北歐神話要說的部分 都在這裡大概都說了 不過裡面都說真的很多細東西 因為這個北歐神話 雖然說是左掛右掛的去砌出來 但其實都是砌出來的 所以就好像一本長篇小說 所以就難在這幾節都說了 我現在抽了一些我國家較為重要的位置出來 就把這個北歐神話來的濃縮精華版 這三節晚上說 但是說了這個北歐神話 都可以說說其實北歐的人和北歐神話 到底裡面有多大的關係 其實你看到神的神話故事裡面 都很多人對自然那種順霸或者解釋 特別有些位置很明顯 有少少基督信仰在裡面 我不知道是基督信仰抄他 還是不知道什麼影響 你看到最後兩個人類還要是男女 邪神樂基是代表什麼 還有你這樣說 都說這些神其實是會老死的 他是要靠伊登給他的蘋果 那你那些名字 雖然很難說我知道譯音有什麼 但我聽到柔有一點像 就算我當不像 都是果實 又是這個果實屬於神的東西 好像人也是不能碰的 但是你記得 為什麼有阿當夏娃就是吃禁果 那這方面想到又有丁氏 很多次 有些神話好像火燒了整個世界 那基督教就是水 北歐就是火 那海見不知是對比 突然說鬼嚇就算了 這個就不知道 但如果說以前包括人對 包括神話和崇拜 例如曾經有些地方會崇拜奧丁 佛羅斯之類 或者有一些會去打仗的戰士 甚至可能會將忽雷或者將某些神的名字 可能會把拉爾神的名字刻在兵器上 覺得這樣會為他帶來勝利 他們好像剛才說 維京人開戰之前都可以奧丁這樣 扔槍 扔槍過去 當然重不重這個你不要問 總之我扔了槍才會開拖 那這個也是神話而來 那甚至乎可不可以說是影響了北歐人 成為了戰鬥民族 都可以這麼說 現在的戰鬥民族 大家經常是屬俄師 那是一群歐人 以前是維京人 很厲害的 最厲害的可以去到 出了什麼當然是戰鬥民族 算不算是因為北歐神話裏面那種 對死亡的觀念 剛才我說北歐神話裏面 就算是勇士也好 神也好 很少人真的覺得好像戰死的光榮 所以北歐人他們的死亡觀念就是覺得不應該是要所謂壽終正寢 也不應該是要病死 也不可以是海難而浸死 他們覺得是要戰死 或者被兵器所殺才是光榮 他們認為要這樣做 才可以進入英靈殿 才可以成為神的士兵 如果你是一般就這樣 普普通通 叫做壽終正寢 病死或者浸死 就是落了去地獄那一層 死亡角度那裏 就不是去神的角度那裏 這個應該挺影響到他們 那種好像寧願戰死都不要在家裏 應該說他們根本就不怕那種死亡 死亡恐懼的 加上神話有些神明挑選他們更加不怕死 但是有一些傳聞 說日本的武士道 多少都可以在北歐神話裏面有影響到的 即是受北歐神話的影響 那為什麼呢 講一下 因為大家記得在歷史上 大家都知道日本解除了所谷狀態 被迫截落西方文化 還有他天王那時候 政府都送了很多學生去德國學習的 那你去德國 他本身文化都有北歐神話的影響 所以你看回現在的漫畫動畫 很多都有北歐神話的故事在那裏 可不可以說有少少人影響到日後去武士道 就是那種好像寧願戰死都不要病死 都不要老死的心態 就有少少在武士道那樣就是不怕死 所以這件事就是那些人傳聞說 會不會是那時候有少少 即是專業地說神道那樣東西也好 或者之後政府再做事都可以說 但是可能是劉鶴 就認識德國的 德國本身也是因為受這套影響 所以那種戰士的靈魂 這種好像戰鬥民族的心態 令到日後的歷史後期的武士道出現了 當然你說再前期的武士 在鎖國的時候沒有可能影響 這件事你講是影響到少少少 少少強前奪理 後期少少近一二戰那種 如果說到為什麼北歐神話 是拼閘而成 這裏就跟基督教少 沒錯 當時基督教入侵歐洲 應該說基督教 在歐洲全部 以他單一神論的說法 那你這班北歐神話 就是邪神論 那我就笑笑 你什麼書籍 其實會說邪神 應該一來 他們是單元神論 不容許其他神傳統 那你說多元神論 又有其他神 那一定的全教士都不強 其次他們 因為剛才也說 他們有自己的文字 他們的文字 但是有魔法之類 那他們是具魔法魔力的東西 有一個信仰 那這東西又是基督教之爭 是的 他覺得你不可以有其他東西 有魔法之類的東西 全部是邪道 所以那曾經 好像說奧丁 原本是很囂用善戰也好 對智慧有執著 對智慧有執著 也曾經把他描繪到 好像是邪神那樣的 張奧丁 加上他當時那些人 不知道戰亂的影響 就是什麼 改信信仰 那一改信信仰 你的文法就會不講 那你不講 下代更加不會知道 嗯 所以 在基督教 將他們的 文化保存的東西 廟也好 書也好 什麼都 有賊 整個東西 基本上都被他們 搞到雞木鴨血 所以 只要說 應該有些東西 就是口意相傳 或者殘存一些東西 就能夠保存到現在這裡 甚至乎有些說法 懷疑 北歐神話的結尾神話 原本是這樣的 因為有些看法 都說 你看看中間的故事 就算有殘酷的變態 但是整件事 本身的聚術上 都可以輕鬆一點點 好像在看小說散文的感覺 豬神的黃昏 突然間這麼悲壯 你好像前面看 就算是打鬥也好 就算是有變態 有殘忍也好 你覺得好像在看一些 倫常劇 無緣無故 最後一刻變成戰爭片 殺了全部 好像有些人覺得 有些奇怪 轉接有點不像 應該說 整套 現代一點點 就說 看一看麥兜 突然變成看龍珠 或者聖鬥士一樣 或者是人真的變成恐怖片 變成梭 這樣 有些人覺得 好像轉接上有些不像 當然 可能本身就是 因為都說奧丁 是預示到豬神的黃昏 所以 最後那個會那麼殘忍 那麼殘酷 那麼慘 都不出奇 但是 大家當然想 會不會是被嬌甲改了 這個尾 有沒有機會 有機會 又或者是 在豬神的黃昏之戰 可能有一件事 缺失了 或者內容 本身是否完全是這樣 其實都不知道 所以這個只能說 是 傳聞 真的傳聞 真的沒有辦法證實 暫時都 那麼 北歐神話 其實都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有些什麼 可能留待日 裡面有些故事 抽了再說 其實有很多 北歐神話中 的英雄故事 都很值得說 但是今天 蝙蝠關係 說不完 你只是錄一些 屋作 站得很久 這個我們可以留待 明天再說 今天這個禁區 廣古佬時間 都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那我們下集說 哪個地方神話呢 祝秀有五話想 都是維持我禁區的風格 下集的題目 都是下集才算的 即是今次不說定 即是上次我當口說了 今集說北歐 原本我以為都是 搞神秘的 即是給我爆 說北歐 好啦 下集我們回來 應該是我們禁區 廣古佬暫時的 還有一集 之後就會有其他題目 不過呢 下集的題目就留下集大家 再看一下什麼 下集結曉 好啦 多謝大家 守門Clan今集 禁區666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下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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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供